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吃个午饭了 没事儿出来在草原上溜达一圈 有可能明天都要回拉萨了 因为有可能今天晚上厨师要来到这边 才过来上班了 我们看看这个大草原 今天的雨水特别少 在草原上荒漠化还是非常严重 看一下在后面 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就是 我的直播被封了七天 没有封号 直播被封了七天已经提醒我了 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 这个东西不去做过多的解释了 封了就封了吧 不直播也好一点 反正直播也没啥用 大不了就跟大家了解一下有些东西 我身后这一片就是属于雪山 雪山那边是另外的地方 怎么说呢 现在的话回到拉萨 具体做什么还没有想好 先回到拉萨再说吧 当然就是说 还有一个呢就是 这个屠府 哦不是 又提了屠府了哈 平台把我的那个关于某府的两个视频算了 这个无所谓 因为之前车主发的视频 也是属于某府跟车主协商 把它算了招 因为他们已经达成协议 赔偿了80%的轮胎费用 这个也很正常哈不奇怪 也没啥大不了的事情 这其实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他们既然能够达成协议 不过说后期我补发了一段 这个东西也确实有些地方不是很合适 但是我只说事话而已 也没有谁什么联系我怎么样啊 没有这些事儿 那充值的可能性那家就是只能我自己算 不可能让平台跟我搞啊对不对 充值怎么可能有平台来处理呢 这是不不合规矩的事情对吧 再说呢就是我来的这个直客厢这个位置 其实从直客厢这一条厢道去到定日厢的话非常近 而定节定节厢只有几十公里了 但是边反正期限不够了不过去了 这边呢相对来说 这个地方的话民风要淳朴得多 几乎几乎走这种香道 他没有外来人口 几乎都是本地的村民 当地的老百姓确确实实是非常淳朴的 我在视频里面包括直播里面呢 我也尽量的不去拍着别人 因为毕竟来说这个地方很淳朴 如果说是拍入视频里面 给你们看到呢 这个评论里面呢总是会有一些说法跟想法 我也不想去影响别人去打搅别人 我就是说关了直播不拍视频 可以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去做任意的交流 因为这个你举着手机或者说举着相机 拿镜头对着别人的时候 别人特别是一些原始的淳朴的地方 当地的老百姓的话 他就很不习惯 被我们的镜头录入进去 在那里问他们一些问题啊 说这样说那样了解一些事情啊 这个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呢拍的好呢会有流量 但是自己想个一个问题没有 就是说既然你就知道这里很原始淳朴 不想被打扰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拍入进去呢 对吧 那你就是在打扰别人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我们从内心去感受是最好的 如果说你就像我这种 一个人静静地来到这里感受这种 就是说很荒凉的感觉 是说这种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这个心灵的感受那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有的时候只能自己触发自己的内心去感受 而不能够用很好的语言来表达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的 就包括我是最有深有感触的很多地方 就是说在视频里面其实展现不出来 它到底美在哪里 好吧 说着说着我又想不起来该说什么了 那就先回乡里面休息一下 看看今天晚上厨师到了再说一下工作交接 就准备回拉萨了 还有一点事情最后补充一点 就是我都不想说了 我老婆在这边上了这么久的班 然后它的时间不是没有算到一个月吗 就是说每个月就是到月底的时候接工资 它是1月10号还是好久来的啊 就是1月10号 然后现在是7月5号 它7月5号这个看看他们箱里面算账的话 它是这样算的 它是按31天算的 比如说你住了5天的话 就按31天算 可能每天都会少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老婆不同意 她去找他们箱里面去说去了哈 我不知道很多地方这种临时活动工 到底是怎么算工资的 就是说一个月也是按30天算 还是按31天算 或者说有31天的就按31天算 没31天的就按20 就按30天算 因为这个按天按数除以下来的话 这个多一天的跟少 31天跟30天的这个工资算下来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没有干过一个月啊 这个大家懂的人就自然懂了 不懂的人就算了吧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我老婆刚刚不同意 好吧 她去找他们去说去了 再一个就是她刚来的那两天 跟做厨师在厨房里面干了两天 这个工资没有跟她算 这个工资算在厨师头上去了 当然按我的想法的话 像这种两个人住在两天的话 就说一个人给一天工资也行 如果两天都不跟她算的话 确实有点不合适 好吧 不聊这么多了 随手看一下这个草原风光 当然这就纯粹的跟内蒙古大草原 完全没办法比较了哈 这个草原风光 这是很辽阔的一片草原风光 我背后才是雪山 拜拜啦朋友们 下次见 因为七天时间不能直播哈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